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現在甲跟乙 兩隻蝙蝠 在這個一直線上 水雲飛行 甲蝙蝠的樹粒 溫北是6公尺每秒 跟4公尺每秒 它的相對位置 是這個樣子 此時甲蝙蝠 發出名叫聲 這是波源 它頻率我們叫做F0 或是FS 則下列對乙蝙蝠 偵測到 偵測到名叫聲的敘述 則下列對乙蝙蝠 偵測到 偵測到名叫聲的敘述 何止正確 我們看看A選一下 偵測到的波數增加 因為它有相對運動 這個 扁乳發出聲波來 這個波數 是沒有變數V 它是相對低面的 但是你從什麼呢 從那個 以扁乳來聽的話 來看的話 那麼它相對 相對這個乙蝙蝠 它的速度 就是說 這個聲音 相對乙蝙蝠的速度 就是V 減掉4 這是V2 V減掉V2 所以它是小於V 所以那個速度變小了 所以它說不變 這是錯的 或者說增加 增加也是不對的 照我們看V選項 應該是減少才對 照我們看 偵測到的波數 不變 這個錯了 是減少 照我們看C選項 增減到的波長 變短 增測到的波長變短 沒有錯啦 那本來 它的波長應該多少 就蘭達S 蘭達S 本來的波長應該什麼 如果蝙蝠沒有動的話 應該是V 要處理Fs 但是問題是 現在 甲蝙蝠有在動 甲蝙蝠有在動的話 所以這個蘭達1 蘭達1的話 就是說 它有速度過來的話 會把它擠短 擠短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就是說 它在1秒裡面 波的話 移動V公尺 1秒裡面 這個相對距離 相對距離 相對距離 會包含幾個波 包含Fs的波 這個就是說 它擠過來的時候的波長 那這個東西 它為什麼呢 會小於 小於 小於蘭達S 小於蘭達S 所以它波長會變短 所以它波長會變短 那這個東西 所以波長變短 C這個顯像是對的 好 再來看看 那 偵測到的波長不變 這個當然是錯的 好 那1的話 偵測到的頻率 是等於多少呢 這個乙增到的頻率 我們叫F2 這個乙增到的頻率 我們叫F2 F2的話 就是乙的話 這個他 偵測到的什麼呢 嗯 他的話 乙他也會移動 乙會移動的話 現在的話 是多少呢 是這個 難打 就是說 難打1 現在的話 是這樣 就是說 那個 乙的話 相對於這個波的話 就是說 波啦 波相對於這個乙 他移動的速度多少 移動的速度 是等於 聲音相對乙的速度 是等於v-4 然後的話 這個乙增測到的波長 是難打1 是等於這個 是等於 Fs 分之v-6 所以 這個乙增測到的波長 是等於v-4 除以v-6 是等於Fs 所以 這個分母 比較小 這個比較大 所以 這個是大1 所以 事實上 它是大1 Fs Fs 的話 就是說 蝙蝠 發射出來的 臨時頻率 所以 他聽到頻率 會比 扁乎 它發射出來的頻率要大 所以是變大 那 變低是錯的 所以這題 答案要選C 我們來解釋 我們來解釋 很輕鬆 是 很輕鬆 我來解釋 你 不甩 我來解釋 你 不甩